各位观众你们好 希望你过到一个好的周末 今天很快就讲一讲上个星期股票的走势 以及最新疫情 奥美利的最新状况 以及股票的预测 你看到图5天里 道奇斯跌了594点 1.65% 斯达跌少些 0.075天里 1.72 S&P500 4,620.64 1.9% 1.9% 星期一、星期二 三个图都是向或下流 股市比较弱 等着联储消息 联储星期三日 宣布了 增快买 减买 坏债的速度 以及在明年里 可能加息三次 基本上 股市 通知人士 预料了 联储的行动 所以 在收市 之前 一小时 宣布了 股市 反弹 回复 升起 星期三 亦显示 VTL sales 的销售 上升 0.3% 比预期 0.8% 差 失业率 3.5% 2022年 比预期 4% 低 至于 疫情 7天 平均数 每天增加12万 4万个 Case 那 星期三 星期四 雖然 星期三 股市 一小时 回升 星期四 英国银行 宣布要加息 打击 通货膨胀 是一个很难的决定 但是 因此 股市 下跌 Sale off Bang up England 通货膨胀率 10月 就升了5.1% 所以 就 比预期 违高 所以 他就 要确定 扎息 去打击 这个 打击 通货膨胀 Dolby 股票 Symbol ADBE 就跌了9% 4.4% 公司宣布 业绩的时候 就没有 原本 那么理想 他本来 预料 应该 销售量 会有17.9 billion 但是 比去年 上升了13% 但结果 是 发展 即 盈利方面 比预料差 所以就跌了 Winibungo Symbol WGO 第一季 销售量 1.04 billion 毛利 2.36 但 拉斯 因为 伊拉玛斯 继续 卖 8.84 million 股票 所以 股价又下跌 在 11月 已经卖了 14 billion 的 股票 星期五 股市仍然受压 但 达资达 就弹回 上去 到 其实 跌了500 8点 比原本 上星期 窄压的 升幅 就 没了 跌了 Financial 方面 在 银行股方面 和 电股 的 Energy 跌得最厉害 蘋果 Google 微远 也都继续下跌 售额 Bavilion Stock 星期四 下跌 因为 电动 truck 比预期 低 不会弄到 那么多 AMC股票 升了22% 因为 新出的电影 Spiderman 在销售 票房 比预期好 达拉斯 之前说过跌 Johnson Johnson 也跌了2.8% 因为CDC 就说 Moderna 和 Pfizer 的 藥剂 会比较有效 GM Geno Motor 也跌了5% 因为 有它的高层 离开公司 WTI 油 原油 下跌了2.1% 收市 星期五 71.861 Brain Cool Oil 也跌了2.3% 73.32 金 维持接近1,800元 1个Tri-Onses Bitcoin 跌了3.6% 46,378.7% 现在大约46,000元 10年的债券跌了1.5% 到1.407% 1.507% 很快就讲一讲奥米利主生的消息 所有核心疫苗都可以基本上可以医照到大部分病情 由奥米利主生发出的疾病 原来这疾病 Pfizer 和Moderna 如果打了Buster 再打第三针 就会更加有效 但是 研究报告 最初期的预计报告 Extrocyneca Johnson Johnson 和中国的疫苗 和苏联的疫苗 俄罗斯疫苗 就不会有效 可以医治到或者阻止到奥米利的抗散 和令到人生病 很多国家 但是很多国家 都是因为用中国和俄罗斯的疫苗 所以 相对于美国来说 可能就会有很大的差别 所以美国的疫情仍然不是抗散 但是 欧洲英国里面 已经觉得很厉害 南非的人 很多人病了之后 很多人都痊愈了 虽然得到奥米利 可能比Delta 传播力更加强 更多人会得到肺炎 但是 可能没有那么严重 那股票方面是如何呢 现在 纳斯达 S&P 和道奇斯 都是下跌的 道奇斯 在Futures 指数 下跌了2.43% 在亚洲 未开市之前 就没有跌得那么厉害 亚洲市场 现在股市 也在下跌 在 恒生指数 和 亚尼奇 日本指数 虽然是这样 但是 可能 这是一个 Buy at the deep 的机会 如果你相信 Sandacross 未来这两个星期 Wari 不是2018年 那 应该 最后都会 升上去 J.B. Morgan 的 Strategies 就说 现在的股票 到了年尾 会波动得非常之大 很多 情形 就是说 很多基金 都可能会买 股票卖出大 造成了 一个 short sell 的状况 如果当 short 可以 get squeeze 的时候 就好像 AMC Gamestock 所有股票 都会弹上去 因为 那些卖出了出去 或者抛空 就要拿来 補回股票 但是 Future D 很难说 明天美说 或者 等欧洲开市 市况是否仍然会这样 受压 我个人认为 希望 这个 不是好像 我们 今年的市况 不会好像 2018年 那样 未来这两个星期 或者星期五 buy at a deep 星期一 可能明天都会跌 之后 就会弹上去 那 如果要短期想买 到年尾的话 那我就会觉得 应该要考虑买 FAANG 这股票 和 达拉斯 达拉斯 除了以Ela Max 卖出去的话 Facebook 脸书 Amazon 蘋果 Apple Microsoft 微远 Netflix Google 可以考虑 至于 游船和飞机股 可能年尾都不会起 需要一些长些的时间 但是 就要看澳美利的扩散状况 和最新的发展 未来这两个星期发展的情况 是如何 但是 长远来说 始终经济 都可能会 reopening 其他国家 当 奥美利发现 不是那么严重的时候 所以 飞机股 航空股 travel 又会多 又会升上去 希望这个视频 对你 对你了解 现在到年尾 股市应该如何做 和疫情有帮助 多谢各位